第五魂技 游鸣影消炎 游鸣斩 杀神领域 成了 杀神领域和九宝琉璃塔的加持 封口堕罗也难抵挡 你们 脑够了吗 好可怕的力量 明明是在陆地上 却能令人产生至今的感觉 淳青 小鸣 快退 白狐狐狮正 小鸣大老大 我的精神力竟然被限制了 无法顺移 柔骨兔魂骨技能 无敌尽身 这位魔魂大白产之红的指挥 绝不逊于人类 他是要逼我应聘 无敌尽身 无敌尽身 白狐独 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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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嗯 我傻之羊 啊 哪怕是沙山領域和蘭茵領域 也無法破開這層封鎖 一旦無力精神滋出耗盡 我就會 哥 快放我出來 這是他的最強一擊 你一個人躺不住的 我知道 但是 我絕不願再看到你有任何損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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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孙大人 海孙大人 我错了 尊敬的海孙大人 请您原谅我的亵渎 看来他并非口拜我 而是在拜着黄金三叉起烙印 别以为有海孙大人的庇护 我在哪里没办法 敢难我们十万年浑兽的浑环浑五 还奴役他的身体 等你接受完所有考验 我还是会找你算账的 你误会了 这气息 你还能活 你也是十万年浑兽 应该明白献祭是什么意思吧 机缘巧合 我才活了下来 献祭 十万年浑兽 怎么能像一个人类献祭 他是我的爱人 是我可以用性命去保护的人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你也太莽撞了 喂 你怎么不早说 你给他开口的机会了吗 还有你 记得我上次说的话吗 再这样只顾着保护我 不顾及自己 我就不理你了 不是我不想让你和我一同成熟 只是当时那情况 我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不为例 那个 之前也怪我 是我错了 我想你们道歉 不过 第二考 我是不会放水的 你们自己努力吧 等等 我还有个疑问 你明明还是十万年浑兽的形态 为什么能化身为人呢 听说过美人鱼吗 我们鱼类海魂兽 修炼十万年之后 到陆地上 就能变成人类 但实力 会被虚弱百分之三十 超过一个时辰不回水里 身体会逐渐虚弱 甚至死亡 你 我回海里等你们 对了 我叫小白 以前海神大人 都叫我小白白的 我走了 小白 小白白 他虽然战斗力很强 性格却单纯直率 他在水中的战斗力 比在陆地上更强 我们绝不能卸待 胖子继续冲击七十几 我们其他人 要不断下水 展开实战训练 三哥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有个十万年浑兽 当陪练这种好事 可不容易找 自然是恢复一下魂力 马上行动 没错 现在时间紧 任务重 等七宗重选之后 五魂殿 会变得更加急胜 最出来的 海面 四伯爷 我怕天约 这摆 五魂殿 习惯 superfic 是 好 什么 这 你